博佑基金会几何第二章三角形 2.2节SAS三角形全等定理 例题2.2之期 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题目 这是这一题的图形 然后呢 已知AB与CD相交于欧点 这里有AB线段 跟CD线段相交于欧点 然后呢 OA等于OB OA线段等于OB线段 而且OC等于OD 而且呢 OC线段等于OD线段 然后题目要求证 AC等于BD 题目求证 AC这个线段 等于BD 这一条线段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了 好我们先看一下它求证的部分 我要AC等于BD 那我们来看看哦 我要求AC这个线段 要等于BD这个线段 那我们就看看 AC这个线段 它是在哪一个三角形里面 哦它是在三角形 AOC里面 那BD这个线段呢 它是在三角形 BOD里面 那我们先想看 什么时候 两个三角形里面的线段会一样呢 是不是当两三角形全等的时候 对应边就相等 对不对 所以我今天如果 我今天如果可以证到三角形 AOC 跟我的三角形 BOD 两个三角形 如果能够全等的话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根据 对应边相等 我就可以得到 AC线段 它就会等于BD线段 是不是我求证的部分 就得到了 对不对 好所以呢 现在这里 是我们的想法 那我们如何将想法 来把它写下来呢 来我们在这里 就试着写一下我们证明的过程 好 那因为呢 我们一开始是要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嘛 对不对 所以我就 在我的三角形 AOC 与我的三角形 VOD 这两个三角形 与三角形 VOD中 好那我们现在想一下 学过的两个三角形全等 目前只学过一种性质 叫做什么 叫做SAS S 两个边 夹一个角 好两个边夹一个角 叫SAS 三角形全等 那我们就看看咯 我们找一下我们的已知条件 好能不能让我们 利用SAS三角形全等 来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呢 来看一下 第一个OA等于OB OA这个线段 它等于OB 这个线段 我们把它写下来 OA等于OB 那为什么呢 它是已知的条件 好那题目又给我们什么 题目又给我们OC等于OB OC 这个线段 跟OB 是一样的 OC 等于OB 它也是题目给的已知条件 好那现在有两个边了 有OA等于OB OC等于OB 有两个边哦 两个边 那中间夹一个角度 所以就叫做SAS 好两个边夹一个角 就叫SAS 对不对 那现在是不是少了一个角度相等 对不对 那我们检查看看 这两边夹的是角一 好这两边夹的是角二 那我们看看角一 有没有等于角二 好这个角一跟角二会不会一样 记不记得以前学过的对顶角 好角一跟角二是对顶角 那对顶角怎么样 是不是相等 角一等于角二 对不对 好由图形上看起来 它是对顶角 那我们之前学过的 对顶角会相等 好那现在 这两个三号型 有没有OA OB 等于OB 然后OC 等于OD 再加上角一等于角二 是不是两个三号型就全等了 对不对 好所以我就可以得到 好三角形 好三角形 AOC 跟我的三角形 BOD 两个绍型怎么样 是不是就全等了 那而且是根据什么 是不是 SAS 对不对 对不对 它是根据 S A S 三号型全等 好 三角 行 全等的性质 好那两个三号型全等之后 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呢 是不是我的对应边 AC 这个边 是不是就等于BD 这个边呢 对应边就相等了 所以我就得到 AC 对应边 BD 就相等了 那它就是根据 两个三号型全等之后 我的对应边相等 好那现在呢 我们就完成了 我们的证明 那在最后 就写上Q E D 表示我们完成了 这个题目的证明 博佑基金会 谢谢您的观赏